哎,来了,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哇,好漂亮啊,回来了,先被喊妈,想进我家门,必须要得约法三章,还有这种规定啊,什么约法三章,我说有就有,妈,你说吧,第一人,必须要给我家生个套奉孙子出来,这个生男生女又不是我能决定的,老妈说的对啊,不像有生我后一大妈,听了妈,哎呀,你怎么也有这种思想呢,这个又不是我能说的准,是不是,那你一胎不行, 生到二胎,二胎不行,继续生到三胎,然后生到有孙子为止,那三胎我也不敢保证就是个孙子啊,那只要你肯愿意,总会有的,那我不是成了生育的机器了,哎呦,要不然我白花花几十万娶你回来干嘛,娶你回来就是要传宗接代啊,要不然我娶你回来干什么,摆啊,听老妈的吗,听老妈的,听老妈的,你什么都听你老妈的,那接受吗, 那你说第二点吧,第二点,家务我必须要给你看,我告诉你哦,我每天要早上六点钟吃到早餐,你要临床五点钟去起床做好,而且要喊我起来吃,那五点钟起来也太早了吧,我白天也有工作啊,嘿呀,做一点家务我都很过分嘛, 这不是作为人家儿媳妇该做的事情吗,难道你还要我这个老太婆去服侍你们啊,那谁有空谁就做嘛,没事啊,起早一点,到时候我搭你一起去上班,你什么不起早一点,这样你干一点家务我,你还在那叽叽歪歪,要不是这样挑天上的星星啊,这么一点要求都办不到,还想进我家这个勾门, 老妈,如果下班后,你说还有家务活的话,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分担啊,你说我每天五点钟起来做早餐,那也太过分了一点吧,那你做完你可以再睡觉了啊,那行不行,那你说第三点吧,第三点,工资卡必须上交要我保管,你记住,是给我保管,不是给你老公保管,你老公的工资卡也是给我保管的啊,那我们结婚后也有我们的生活啊,我们也要买车买房啊,可以啊, 你还想买车买房去到外面,然后就把我这老太婆撇在这里啊,啊,你意思是说,你就不跟我住了啊,那妈,那你不希望我们过得更好吗,还挺我妈的吧,你什么什么都挺你老妈的,能不能有一点主见啊,到时候,是不是,有少需要的就叫老妈给你了,你闭嘴,丈母娘是吧,我现在来跟你搬一次搬一次啊,你又是哪根葱啊,我不是哪根葱,我是她大嫂, 大嫂,那你说啊,要搬什么啊,约法三章啊,你这是什么三章,你这明明是侮辱人的啊,还什么,哎呦,必须生个大胖小子,怎么着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的吗啊,还是要多,有多少亿万的富翁要继承啊,你管得着啊,我告诉你,既然作为人家的媳妇啊,这个传宗接代,那是不是理所当然啊, 但是我告诉你,人家小年轻,人家爱生小孩就生,爱生多少个就生多少个,爱生男就生男,爱生女就生女,再说了,你儿子是什么毕业,堂堂一科大学毕业,你问问他,生男生女,到底由谁决定,我不管,不管由谁决定,反正你生不了大胖孙子,就别想进我的家门,我还就告诉你,我,我们要是生不出儿子,那绝对是你们, 你们家的肿有问题,你说什么话,我家的肿有问题,我能算出我这两个S吗啊,到你这个就不一定了,我跟你说,真的是,算什么算啊,你都说,无话为大了啊,我们家没有过孙子传宗接代,哪新啊,要不要我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啊,我不管你们,反正这一条我就马上我就不同意,还有什么啊,哎呦,必须凌晨五点起来给你做早餐,哎呀,你还真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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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我要宽本自己是皇太后啊,啊,那他做人家媳妇了,不应该该做的吗,啊,那还有我这楼太婆她不是吗,那他要是不嫁进来,你们家,。哦,将大嘴巴和西北风功就长大了是吗,我告诉你我以前都是这样子过来的话,我也是你。 临床五点用就给我交活做饭吃了啊,那是你自己活该自做自受,什么活该你愿意做的这些事情,但我妹我都不舍得他这样做, 会有在我们家 早上睡到十点 我都不敢说什么 既然你要教育我家门 就必须要寻找我家的家亏 要无缘的话 你可以不诈 再说我孩子那么优秀 还怕取不到吗 行 那看来妹 我告诉你 你嫁的绝对是个残废 你要是嫁进来 什么都是你 什么都是你 还要像侍奉个老太后一样 侍奉这个人 还有什么 工资卡还要交给你 凭什么要交给你啊 这谁是你的吗 我帮他保管过分吧 找个拿走吧 保管 我又再讲了 你说句话嘛 像个男人一样 他毕竟是你结婚 是啊亲爱的 你听我的 是听你老妈的 有 老妈又不算了 算什么算啊 这个家亏都是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 不可能到我这一代 就传不上去了 这样的话 我怎么能不能娶 死去的父亲啊 你老爸 亲家母亲 听我说一句吧 差不多就行了 你这约法三代 确实也太苛刻了 等一下你搞得 等一下 小林跑了怎么办 对啊老妈 真的 我那个老婆啊 就是被我们家 这种约法三章啊 给气跑了 哎呀 那是你老婆 她吃不了这个虎 原来还有前车之鉴 都有前车之鉴了 你现在还好意思 把这种家规提出来 不合规矩的家规 早就应该改了 改什么改 我说了算 你说了算 家规是什么 家规是让了 为了让这个家 更好的传承下去 你现在这种家规 全都是针对你们家的 全都是针对我妹的 要活就我妹干 要钱我妹就要上交 人家年轻人 不用过自己的生活吗 哎呀 这么说 你妹照到我家来 还委屈她了 还委屈我 你要是有这种家规 肯定哪个姑娘 嫁到你们家都委屈跟你说 亲家母就算了 我妹跟你儿子 也是十年长跑了 如果再这样倒下去的话 等会结不成婚 就难办了 现在举个老婆 你以为容易啊 你都说十年长跑 十年长跑 连这一点 三点的家规 她都办不到 其他有何用啊 那你这个条件 十年长跑 我才知道 原来你儿子是个残废 手动不了脚动不了 你说什么话 凭什么这样说我儿子 我说的就是人话 怎么样 我怕今天这个环境不要结了 不结就不结 今天我做主了 做婚我们不结了 你们退回去 哎呀 人家都说了 我还不下了 不在什么呀 人家都说了 令才始终没有不才一种婚 差不多就算了 你说句话了 哎呀 妈 真的 又不算了吧 说什么算 我儿子长得人高马大 再说我们有了资钱 还怕娶不到老婆吗 明天我叫黄美婆给你介绍 一个干好的 也不要她这种矮冬瓜 你看就不能生儿子的料 小林都 你都是能生儿子了 你看看你生的都是什么儿子 儿媳妇儿媳妇又被你气跑了 再看看这个 长得是算是人高马大了 有什么用 儿媳妇儿媳妇 你真是气死我了 这个我 破绝了 乖乖乖 哎呀 老婆 哎呀 太过胖了你们 真的是 没想到是这种家庭 哎呀 没眼看了 小哥喝啤酒 啤酒都没得喝了 哎 走了 我也走了 真是 你看 现在几个老婆 你以为容易啊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算了 这种家庭 你还真放心 你妹嫁过去啊 我不放心啊 哎呀 问题是 也委屈了我妹啊 委屈什么 你应该找 应该庆幸 现在看清楚 我妹 你妹 那是有福之人 有福之人 无入正无福之家 啊 行 行 行 啦 回去 我 我熊女介绍一个给你 哎 妹啊 看人擦亮眼睛 你嫁人 不光是嫁人 嫁的是整个家庭 懂吗 大哥大嫂说的对 我今天算是看清她的为人了 那还好没有嫁给她 嫁给她的话 我相信以后也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对啊 真的是 安心了 回去 重新找一个 叫黄伟婆介绍一个 随便介绍一个都比她钱一百倍 家里面那些 行了 就当这是我们俩结婚十年的 请江青人吃的一顿饭了 安心 走 走 黄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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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伯啊 不要大姐了 黄伯 你嫁到我们家多少年了啊 十年了 连蛋都不伤一个 我养只老母鸡都还能给我补 撒蛋补补身体 你呢 你倒好 白痴了 我们家十年的鸡 这个肚子怎么就这么不张气呢 那我都说 嫁来的根本去检查嘛 你又不同意 检什么检 我弟 身床膝胀的 你看眼睛毛大 还需要检查吗 好 你说句话啊 说什么说 说什么说 我叫我做主 张铁路某 等不懂 你现在干嘛出去我怎么办 我哪管你怎么办 昏得离了还赖在这里不走 我不要离婚了姐 你给我个结婚好不好 还不要不要 那你又给我伤 你又要大出来啊 伤啊 我给你伤 我马上就伤好不好 马上马上 这句话听了 十年了 十年了 大凡你个肚子生气一点 我今天就不会干你 离家出手了 哎呀姐 不要害羞了 哎呀姐 今天还不要关门了 给我 来来来来 姐 哎呀 我怎么办 你把我关心了 我关心 我关心了 你去哪里了 怎么这么好心 哎小莫小莫 哎你去哪里 干嘛 我被砍出来了 谁敢你出来啊 那大姐 你大姐敢你出来啊 为什么 他嫌弃我不想办 哎呀 说的是什么 怎么话那么难听 哎呀 没有孩子 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我都叫他去检查 他又不跟我去检查 硬说是我的问题 这真的是 哎呀 那么好了 老婆都不要 那现在离婚了吗 离了 离了 那么快就离婚了 哎呀 真的是 我现在怎么办 我又没有地方去 现在 那么难娶个老婆 她 不要你是她后 是她的错 跟你说 她迟早会后悔的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怎么办 我也没有地方去了 当初为了嫁给她 我跟娘家都闹翻了脸了 现在哪里还有脸回娘家啊 行了行了 你不要太伤心了 要不这样吧 我帮你找一个吧 我这种 等下人家又嫌弃 我不会下蛋 怎么办 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你放心啦 现在 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 是要娶不到老婆的男人 啊 那种手绝 手歪的那种 眼下那种都大把人要 更何况像你这么漂亮的是吧 真的有人会要吗 有的有的有的 走了走了 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个 好吗 怎么是 要大胖的我们后悔一辈子去 真是 就是这里的 到了 到了 随呢 那人好朋友吗 哎呀 先试试看吧 我觉得行 先把你放这里 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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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什么事啊 哎呀 穿梁啊 什么事 有一种美事啊 什么美事啊 要老婆吗 要啊 肯定要啊 你看这个怎么样 这个啊 对啊 长得那么漂亮 你喜欢吗 你喜欢吗 肯定喜欢 喜欢就行 大家都不是哪里人 我就明白了跟你说吧 啊 大概天中说两话 他被他前夫 还有他家姐刚刚赶出来了 已经离婚了 你放心 哎呀 怎么赶出来了 哎呀 主要原因 他的家姐前夫 嫌他 不生小孩 说十年了 不生小孩 哎呀 不生小孩 你也把我转到你带啊 哎呀 不要不要 快点 哎呀 安平 听我说 哎呀 你这个 你也那么封建 想不到你 不是封建 你看我家境也是 九代单全啊 你看又脱落 我养不起他 我知道 哎 在我们农村啊 没有一个男孩 会被人瞧不起 是不是 是啊 会明白这种思想 但是你看 现在都十二年代了 其实 有没有小孩 不要紧 只有两个人和谐相处 啊 排头携楼就行了 是不是 再说了 哎 有没有小孩 又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 自己去检查过的 我自己去医院 检查过 那医生说我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我那个前夫 我叫他去检查 他不跟我去 而且他老是抽烟 喝酒 玩到三更半夜 都不回家 是吧 都说了 哎呀 这样 你也听我说 都说两句 是吧 我们那么好 我也不骗你 你看 哎呀 像你这种条件 你 这种女人 你不要 你上哪里找 你看你都四十多岁了 你谈了几张恋 老实告诉我 哎呀 另外哪有的答案 现在你看光灌 谁会喜欢我 所以说你还要嫌弃人家 你没婆子 懒得上门 这种家庭 哎呀 所以说你还要嫌弃人家 你真的是 我觉得挺不错的 至于有没有小孩 顺其天意 就行了 两个人 和和些些的 白头偕老 相互照应的 过日子 难道不好吗 可以 小孩肯定是想要的 这种 到了这种 顺其天意 不要勉强 是你的 中卫是你的 不是你的 也强求不来 是不是 他说是检查过是吗 对呀 我自己我去检查过的 医生说我没有问题的 他说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可能没问题的吧 我都说了顺其天意 到时候你们就和谐 过日子 有 那就是天赐 是吧 没有 也顺其自然 怎么样 这样也可以哦 对呀 我还以为你还要考虑呢 不用考虑了 我喜欢了 这就行了吗 那 这行李也带来了 他 直接救啊 对呀 家里面也没有地方去 他现在没有地方去 娘家那边也去不了 因为闹江了 今晚就先在你家这里 借助一宿 明天你们就去领账 那行 是吧 到 改天我找个好日子 我来做主了 帮你们 请街坊邻居来 摆着撒母庄 好啊 庆祝一番 哎呦 怎么样 摆了 我都没钱啊 这个钱啊 不用 我呀 不要啊 我帮你先店子 到时候你 还装了钱的钱 就还给我就行了 那你真是大好人啊 没事没事 我也为你高兴说真的 我也能 帮他找到一个好的家庭 等于做了一件善事 那多谢你啊 那行 那你们 那先进来吧 帮他一起进去煮饭吃 我就不去了 你们进来 你用煮饭给他吃就行了 他们的老母亲补补啊 进来吧 一起吧 不用不用了 我先走了啊 谢谢村长 好好 哎呀 我先走了 哎呀 终于为了找到一个 好的家庭了 从此我们村要赏了一个光关 哎呀 走了走了 小朋友 输入袋就完了 好吧 不行啊 什么不行啊 我看你行不行 不行 你谁啊 說 刚才在这里 找到一只山珠 山珠啊 这个地方有山珠啊 有啊 跑到这里来了 不跟你说了 我要回去赶紧杀山猪 如果想吃山猪要晚 你要去到我家 我家就在隔壁走呢 这么奇怪 这不是那个 他的小鞋吗 怎么会丢一只在这里呢 完了 刚刚那个人会不会是人贩子啊 完蛋了 赶紧去跟小燕说 哎呦 小莫干嘛慌慌张张呢 这我儿子的鞋啊 你儿子鞋啊 完蛋了 刚刚我在菜地那边呢 看到一个男的 套几个长长的大大的袋子 他说里面是山猪 后面我捡了你儿子的鞋 我就怀疑那个人啊 是不是人贩子啊 完了 我儿子说 刚刚啊 他去岔站那里 他想挖球引用来钓鱼啊 哎呦 完了完了 刚搞了多久啊 哎呦没多久啊 我刚刚过来 快点 有没有手机啊 有啊 打电话给那个保安 他们等的人肯定想出船 好好好 喂 保安啊 大事不好了 我儿子啊 被一个男人 拿那个锁笔带 得扣住了 等一下 等一下你在那个穿到那里 开始要看到有人抱着孩子的 都不要乱个 任何可疑人带着孩子都不要乱个 一定要等我们过来啊 嗯 好好好 哎呦赶紧救一呦 去去去去 宝贝 宝贝 啊 哎呦你干嘛 什么干嘛 你跑来干嘛 跑过去 哎呦我啊 急着要送我孙子去医院啊 你孙子 你孙子怎么穿一只鞋啊 他穿一只鞋啊 哦 可能刚才我 我通通忙忙太着急了 他掉了一只鞋我都不知道 你谁啊 哎呦我隔壁村啊 找你们家进 你们村子进路 找我们村子进路 真的是 我们那边村啊 刚刚出了那个车祸 那个车 医院车进不来 所以啊 他就抱下我抱着小孩 送你们这边过 那你也找个车 送你过去过来啊 你自己跑 哎呀 是不是让你孙子生病了 自己跑的 就是我孙子啊 他爸妈都不在家 我看啊 怎么看都不像啊 哎 你要不要死我 你认识我孙子啊 怎么不像啊 哦 你这孙子 好像还有 还有点像我们村的那个小孩哦 不要乱说啊 刚才是不是 是不是你打的电话 对对对 是我 怎么那么久啊 我们就无数 都在村长那里等了很久了 哎呀 这个保安啊 不要我出去啊 你以为我不想出去吗 嘿 你这个保安怎么回事啊 哎 救援一命 生了七七糊涂啊 现在人家孩子病了 你赶紧让开 不然的话 出了什么意外啊 你担不起这个责任 不是我不让开啊 我们村啊 小燕刚刚丢失了小孩 而且跟这个小孩很像哦 哎 你不要乱说啊 这是我孙子的哦 你说的是你孙子就是你孙子 有证据吗 哎呀 我们救护车楼在外面等着了 你别妨碍似的 走走走走走走 哎 不能走 快走 你怎么回事啊 你啊 不能走 哎呦 我儿子啊 这是我儿子啊 我是你儿子 这是我孙子 哎呦 很偉装的 什么女生的啊 哎呀 就是他 我刚刚看见的人啊 就是他 就拿着一个大大的蛇皮袋 把你儿子给套出来 还说什么 还山猪呢 你这个男人 又没有怜情啊 我告诉你啊 我实业怀胆 我心心无我 伤到我儿子 我容易吗 为了伤我儿子啊 我差一点 我就死在少数台上啊 今天啊 被你这么毅力找啊 你要我怎么活 怎么挂啊 你就是这样 你这么做 我毁了多少个家庭 找到多少个家庭 尽力尽尽尽啊 想你一样些人啊 哎呦 啊 啊 啊 哎呀 你这是干什么 这么不小心 还无力 那个尾巴里都不处理干净的 原来是他花了我们的好事 早知道我就 当初我得把他搞晕了还好 哎呀 竟然还想弄你我啊 不行抽你啊 啊 我告诉你啊 今天啊 要不是我们穿的小猫告诉我的吗 估计啊 我的孩子啊 早就让你们给绿脚了啊 你们两个女人啊 真的是 干啥啥不行啊 竟然要干这种 上天坏里的事情啊 你们没有小孩吗 我跟你们说啊 现在啊 一个小孩吃200万 要不这样吧 我们把你的小孩放开 你们跟我们一起干 啊 还想拉啊 帮你们吃钱的喝辣的 海边别墅不是梦 对对对 还想拉我们下手啊 你知不知道这种钱做这种事是违法的啊 这种钱你们也敢赚 有命有命赚了都没命活啊跟你说啊 从话到说军死爱财取之有刀啊 你这样花这种黑心钱 你就不怕半夜鬼来敲门嘛啊 你们人情活赛啊 哎 我们知道错了 你们放过我们吧 放过我们吧 我们春稿那里 那里救护车里面 是我们的车 里面有大把钱 你们拿了钱 把我们放掉 怎么样 刚好了我跟你说 既然有车来 二弟 直接把他们用他们的车 直接把他们扭送到派出所去 这种人贩子啊 就不应该让他们再活在世界上 让他们继续花生命去 先把他推给打断 万一他跑了 不要打啊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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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说啊 打 我们是有关火的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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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 不要打 我跟你们说 等我们老大出来来的时候 我又把你们搞得一切不明 我跟你们说 还准硬 还准硬是不是啊 还准硬 还准硬 哎呀 小莫啊 幸亏你来得及时啊 要不然的话 我就见不到我孩子了 醒了醒了醒了 你看幸亏啊 你儿子掉了一只鞋 要不然啊 我都 没怀疑的叫男的 儿子啊 以后啊 不要相信莫生元 不要跟莫生元说话 也不要跟莫生元讲 知道了没有 你也是 不要让他自己一个人出去玩 太危险了 以后我肯定会穿木不立的 在我儿子身边 那我们也肯定去做账吧 儿子 出去出去 公 公什么公 今天你务必要把那钱拿回来 拿什么拿 我都已经给了他了 哪里好意思 再要叫他拿回来 给了他了 那你要好意思给他 你就不顾一下我的感受 他毕竟是我弟 我们家唯一的男丁 我妈都说了 以后生老病死都靠着我弟呢 你弟又怎么样 我们给的钱还少吗 上个月给了五 再上高 又给了多少 五千 我挣了一百块钱 那些九十九块钱都拿给他了 现在你看 我们家住的是什么 我请走他那里去干活 没日没日的去干活挣钱 逗头来 还是住这种瓦房 你对不起我吗 你说 我还是你老公吗 你是我老公啊 可是他也是我弟啊 你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不能光想着你 然后弃我弟于不顾吧 那现在你就光顾着他 没想到我 哎呀老公 毕竟你赚钱能力比他强 你看我弟的那么多年 他都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我们就当是接近他嘛 说不定那十五万块钱 估计他也拿去做其他的费用呢 其他的我不跟你多说 反正今天呢 我会不会要把那钱拿回来 我跟你说啊 这个钱呢 跟你往的不一样 这个钱呢 不能动 你看我放在床头那里那么久了 我动了我不敢动它 就想着今天下午用了 你知道吗 啊 我跟人家签合同的报证金啊 没有这笔钱啊 哎 签不了那个合同 签不了啊 我就被公司投 公司投注我 投注我 我又要去财备的风险机了 要做大佬的你懂不懂 老公 反正你人脉那么广 要不然我们四处去借一下 这十五万块钱 都可以借得出来吧 你以为现在借点钱那么容易借啊 啊 今天呢 务必要把那个钱拿回来 马上去 我不好意思去 不好意思去的吗 哎 我看你不好意思去 去不去 我去的话 我去给你离婚 走 我去我去 走 走 什么女人呢 今天请着年假 过去 马上叫他们出来 我一刻都不想进到他们 马上 老弟 老弟啊 老公也要好好说 谁啊 来 姐你过来啊 过来 来 来 进屋进屋吃吧 来姐夫也来 来走走走 吃怎么饭啊 我那钱啊 我那十五万啊 什么 你姐给你那个十五万 对啊 怎么回事啊 前几天 我 你不是说 谈了个女朋友吗 要钱去买房 然后我就 从她那个包那里 拿了十五万给你 可是我也不知道 那十五万是 她签合同的那个保证金 所以现在 你能不能先给回去 等她把那合同签了 我再把钱给你 你都给我了 哪有给回去 而且那个钱啊 我拿来买房了 钱都给人家了 而且我女朋友也说了 没有房 她不愿意 跟我结婚 那我没办法 只要买了房了 买房啊 你敢退的话 我马上跟你搬走 别别别别 真的是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你们全家都是这个鸟呀 赶紧把那房退了 退了 马上退了 哎呀 老公啊 反正现在不花也都花了 干脆 就先让她买就先吧 你看 你都 你都知道我帝了 那么多年没有一个女朋友 现在好不容易谈了一个 等一下把房退了 她女朋友也跑了 怎么办 那可我管不着 你就没想过我吗 都说了 那钱跟你玩的不一样啊 那个钱啊 我是跟着公司签合同用的 都说啊 全部的合同啊 我就爱投诉啊 我就要蹲大牢的 懂不懂 这区区十五万 对姐夫你来说 你这大把钱 有卖又管 认识这么多人 随便都可以调一下 周转一下 你何必要为难我 区区这十五万啊 十五万啊 你以为是小数目啊 再说了 我怎么为难你了啊 你天天不上班 天天只懂得后吃懒做了 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了 我给你的钱还少吗 我起早摊台的去干活 没什么夜的去干活 我住的还是破瓦房 开的还是摩托车 你家的你看 三层小洋楼 还有开的是小车 现在要去买房了 都是用的是我的钱 你还有意思说吗 老弟 干脆你就先把那房给退了吧 到时候 等他把那个合同签了 我给回你二十万 到时候你去买更宽 更大的 会什么都会破瓦盾 你看你这种姐夫 真的是窩囊费的 都不是男人来的 才十五万来这里 泱泱泱什么泱 没有了 再去赚啊 我窩囊费 看谁是窩囊费 我是窩囊费干 那你干嘛还用我的钱啊 你们全家都要用我的钱 哎呀 他就只有一个地 那你这个姐夫不给谁给啊 你那肚量啊 你肚子那么大 怎么肚量那么小呢 我娶她不是娶你们全家 哎呀 那你还知道 那你娶我姐了 我姐给一点钱我 那怎么了 你还有意思说啊 你有小有姐的 你去干你活不行吗 你都不觉得丢脸啊 通灵人你看 现在这么大的 人家哪个不是有事业的人啊 哪个不在外面打败 你都好在家里面享受享福 天天老老的女朋友睡家 你这个姐啊 你看你老公骂得多难听啊 你唯一一个地就被他这样骂 你老爸老妈不会放过你的啊 对啊 姐啊 老弟 其实你姐夫说的也没错 你都已经那么大的人了 你不能老是 你没有爸妈啃 你不能老啃你姐啊 我也有被你啃玩的一天 你真的应该出去找份工作啦 哎 姐啊 刚才这样 你看 姐夫现在是没能力了 对吧 他刚刚说啊 现在15万就给不了了 他肯定是也面临破产了 到时候让他牌牌 陪着他 离物都没有了 让他去蹲大牢 到时候你要找那个隔壁城那个媒婆 给你介绍一个有钱的 到时候又可以给我了 我也去开个公司 你不是嫌我是窝囊费吗 我去开个公司 行啊你 跟他离活 你反话 离什么离啊 你真的是 我这么多年啊 都是为了你嫁给他那么多年 我都跟他从 从吃苦那 从白手起家到现在 所有赚的钱 我100块钱 有99块钱都是给你的 你现在怎么还不懂得感恩呢 你 还要我跟他离婚 你真的是 哇 现在我终于认清楚你们了 你啊 是从来没把我当做姐夫看 把我当成什么 那个 生前的机器啊 猛的从我这里捞钱 哎呀 我不管那么多 这钱是你给他了 今天我就问你 那钱 马上给我要回来 我知道 我会跟他要回来的 你放心啊 谁呀 放心 不敢 那钱的用啊 哪里还能 改回去啊 对 好 行 看来人家说的一点都不错 啊 取妻不几福利某 你这就点心的福利某 我不管啊 今天呢 如果你不把那钱要回来 我们去法庭接 哎呀老公 哎呀你看现在怎么办啊 真的是 离了他 还有谁要你姐啊 你姐都这个年纪了 哎呀大把人要 现在光棍了那么多 姐呀你没事 既然你看这个姐夫都已经闹疤了 那就算了 没事没事 以后啊 这里还是你的娘家 来 找我回家 回家吃饭 再介绍人家一个给你 有钱的 有朋友说 有事业的 介绍什么介绍啊 真的是 我跟你姐夫那么多年 说离就能离的吗 哎呀 还介绍介绍 我看了你啊 就是想着再把我介绍出去 再捞一笔那个礼金 是不是 要给你 你要想干什么去啊 哎呀你这个姐还真的是 就要为了一个外扬 欺负我 你帝来了 起码我们也是同一个洞出来 就这样对吧 大姐 既然现在老爸老妈 也不在了 你要这个家 也别回了 你要 这里不再是你的娘家 而且我跟你啊 也是姐弟关系 恩断义杰 孙子我们没有一样的关系 你要不要再他进我家帮布了 滚 你这个白眼狼 你真的 白眼狼 枉费我 我养你那么多年啊 竟然还说这里不是我娘家 要是没有我啊 你能起那么高的房子呢 哎呀真的是 想不到 帮扶了帮扶了那么多年 竟然帮扶出一个白眼狼出来 哎呀我以后再过回这个娘家 我也没有进这种地儿了 哎呀老公等着我 妹妹 妹妹 回家了 爸爸回家了 回家 回家了 跟爸爸回家 给爸爸的话 爸爸都在找你了 回去了 快点 哎呀你干嘛 回家回家 哎呀 现在 现在就带你回去呢 那你们怎么了 我小孩 他跑出来玩 为什么不习惯 他没有回去呢 哎呀我昨天打了他一顿 他不听话 哎呀你看见他都不习惯了 上桌了 没有 这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哎呀我们的家事 你不要瞎穿或什么 我我女儿 我跟你 跟你躲在这里 哎呀 哎呀你怎么要下来嘛 哎呀走啦 跟妈妈回家 怎么回事啊 啊 我女儿太调皮了 跑出来玩 你带他回去 她是你妈妈妈 是啊 哎呀你叫孩子 你怎么 不是 不是啊 你先把小孩放开 哎呀谁啊你们 啊 你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小青啊 是哪里村的 旺旺村的 那小安是什么名字 你都说我女儿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青啊 我女儿小青 哎呀你们管那么多是干嘛 这两个家事了 我们的家事你都管谁是你走开 哎我看见这个小孩子是我们隔壁村 不管你们能够 反正现在 旺旺村就隔壁了 所以你看见了就是他 他老妈不是你啊 不管了我先报警再说 这事情不明不白了 哎哎哎哎哎哎 报什么警啊 报什么警啊你 我们的家事 哪里用得着你报警 家事也可以报警 现在我见你们都是不明不白了 你小孩又不愿意给你们找 我们的家事 我们自己解决就到了 你瞎臭什么热闹 报什么警 我不管那么多 我先报警再说 你是不是没事在找事啊 是不是没事找事 我报警 你实在不求报警 不能报警 哎不能报警啊 你怎么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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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干什么 看你们就不像好人 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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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们就不像好人 一说报警 你又打人 妈我都一说报警 你们就慌 你们是 到底是什么人 我说实话了 他不是我女儿 但是他是我老公的女儿 只是说我是他后妈 就是你啊 一直对小孩不好 又打又慢 小朋友 你让你妈妈在哪里啊 我都叫你让他去跟他亲妈 他说他妈妈在家里 是啊 他妈是在家都说我是他后妈 他是 那这个是不是说你爸爸 不是 什么不是啊 女儿就不要我了 你再有你再说 你能害我吗 小儿子不会说狂话了 哎呀 小青 快点说清楚啊 哎呀 我觉得你们叫原贩子 哎哎哎哎哎 报什么警啊你 哎不要报警啊 你啊 女儿啊 你叫爸爸 等一下爸爸给你买东西 你110吗 我不打 哎哎哎哎哎哎呀 我要打了 我们这里有几个可疑人物啊 什么疑 你你你你 你们过来一趟啊 在这三叉路口这里 旺旺村呢 三叉路口这里 是的 我们一点家事 你还要 家事也可以派出所来管跟你们说 那是我们家说了算吗 你 有什么事 你等下去到派出所里面再说 我觉得你们就非常可疑 你们就是人贩子 没有 没有没有 我告你污蔑我跟你说啊 就是 现在可以 等一说报警你们就慌 你们是什么 你们没有证据 你就这样抓我 我告你 我跟你讲 告你告了 反正 限制人生是自由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不是限制啊 现在我是 叫我已经报警了 有什么话 你们等了 等下跟派出所里面的 人家说 那打了 打了 看开我们 打了 这边 打了 打了 那你都报警了 我们等下 那个 人贩子 好好的有手有脚的 你们干什么 是不行 非得干这种 哎呀 女儿 我保证不打你了 好不好 我我我带你像亲女儿一样 好不好 你快跟他们说清楚嘛 以后给你买东西 买玩具 买圆娃娃 别装了 兜收了 你看 有什么事等下 他过来 在派出所里面再说 都是你 都怪你 对女儿 大不了 回来 你们说 哎 都是你的 是不是人贩子 你们 哪个村的 不是 哪个村的 那个 那个 二元村 二元村 干过几回了 什么干几回 没有干过几回 今天才出来 干第一次 警戒走来 你不能干 你 警戒什么脑子 你们是不是人贩子 嘴瓢了 我嘴瓢了 你看长一点的 那个小孩子 又看不见他妈妈了 哎 警戒走来 出来了 哎 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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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 你也过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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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